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快的 它比汽车跑得还快 它的心率最多是可以达到每分钟400次 它的寿命比较短 只能活20年 乌龟 中国老话讲的 千年亡八万年龟 这乌龟的心率特别慢 每分钟只有10次 但能活好多年 活100多年 下面这个就比较常见了 小老鼠 镊齿类动物 小老鼠 它的心率可以达到900次 但它的寿命也非常的短 这个心率跟寿命之间好像似乎有着某种关联 到底是什么关联呢 最近在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 近日 一篇题为 生命在于运动的谎言害了多少人的帖子 出现在微信 各大微博及论坛里 该网文一经传出 便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并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 文中称 因为运动会导致心率加快 心沉代谢加快 细胞的分裂和老化也必然加快 所以心率和寿命成反比 归根结底 人一辈子心跳的次数是有限的 达到了一定次数 生命也就到头了 而众多网友对于该帖的回复也是五花八门 有网友回复说 从来不觉得运动能延长寿命 也有人说 有道理 赞同 完了 我浪费了好多条命 还有网友说 不负责任的人会害死很多肥胖患者的 第一次听这种谬论 太可笑 感觉无知加愚昧 那么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健康的概念 心率其实跟我们的身体健康之间是有着关系 没错 不过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道理 怎么会变成一条听起来有点悬的流言 人的一生心跳是有次数的 结果就搞得早上起来晨练的 大爷大妈妈很紧张 本来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身体健康 打打太极拳 跑跑步 结果一运动 心跳就加速了 大爷说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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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有次数的 你越运动它跳得越快 等你把这树跳完了 基本就跟倒计时一样了 你生命就game over 结束了 所以现在锻炼的这些大爷大妈就紧张了 说这怎么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福尔泰 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格言 福尔泰本人就很喜欢运动 尤其是散步 跑步 鸡舰 骑马 游泳 爬山 日光浴等等 他直到80岁高龄时还和朋友一起登山看日出 从这一点看来 确实可以说生命在于运动 可是之前的网文又提出了相反的说法 认为运动使心率加快 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心率到底和我们的身体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人这一生 那么心跳的总次数 大约是在25一次到30一次之间 但是每个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日常的时候 如果休息的时候 心率的通常会在成年人会大约会在50次到90次之间 那么这个心率就是一个正常的 如果心率持续的超过100次 我们就称之为有心动破素了 或者持续的低于50次 我觉得严重的心动过滑了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查一些原因 有的时候是心脏病本身的 有的时候呢 是一些其他系统的疾病 引发的一个心率的一个激发性的反应 需要请医生来加以针点 心率的变化和健康有关系 心率变化其实直接的是和心脏的某些疾病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是呢 在网上的这篇文章当中 他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理论 他说心率越快 就是你心跳的越快 那你的心沉代谢就加快了 心沉代谢加快之后 你的细胞的分裂和自然老化的过程就加快了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有科学道理 但是他得出来了一个 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一个结果 他说心率跟寿命成反米 心率越快 寿命就越短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危言耻病 很吓人了 所以很多人会关注这条留言 那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 心率的变化 心率过快 和我们的身体健康之间 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心率加快 会导致新陈代谢加快吗 心率越快 寿命就越短吗 心率过快 到底会给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平安365 继续为您终极解密 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讲 如果每分钟的心跳次数超过100次 那么就意味着是心跳过快了 那么这种心跳过快的分别两种情况 一种是生理性的 就是大家在运动的时候 在非常紧张的时候 心理会反射性的增快 这是一种生理情况 但是也有的病人呢 在没有这样一些原因的时候 那么他也会增快 就是说心脏病本身引起的 我们叫做原发性的一个因素 心动过速的时候呢 或者心跳过快的时候 对人的影响呢 有很多方面 第一个呢 轻的时候呢 病人可能会觉得心慌 有的时候呢 会觉得胸闷 如果合并有严重的 气阶原心脏病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昏厥 那么过快的心动过速 还会早上猝死 非常快的一种心动过速 所以它是根据病人的 基础病的情况的不同 频率的快慢 而且有所不同 长期心率过速 会导致心脏扩大 心力衰竭 有关心病史的人 会直接诱发关心病发作 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 刚才讲到这个心率快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比如说年轻的 准爸爸准妈妈 到医院去做检查 监听开心的时候 你听到胎儿的心跳 200多小 特别的快 那新生儿 婴儿 小朋友的心跳 通常它都会比较快 其实人的一生当中 他会自然的经历一些 心率的变化的周期和规律 但是作为家长来讲 肯定很担心 于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小朋友的心率太快 会不会跟疾病有关 会给他的身体 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孩子的健康 永远都是家长最关心的事情 尤其是孩子心率过快的问题 一旦出现心率过快的现象 家长都会特别的紧张 而在网络上 对于孩子的心率 家长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例如 儿童心率过快怎么办 孩子心跳过快 每分钟120多下正常吗 宝宝心跳过快要紧吗 小孩感冒心跳过快怎么办 小女孩心情一紧张 心跳加快 吃什么药 那么孩子心率过快 到底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呢 小孩的心率会比成年人心率要快一些 特别是年龄越小的时候 他的心率是越快的 通常都会超过100次 在100次 在12030次 直接这样一个频率 所以家长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心率 怎么是过百次的 实际上不用紧张 小孩天生就是比大人要快 另外就是说孩子的心率更容易受一些影响 比如说发烧 比如说运动 等等 他的心率会跳得非常快 那么如果拿听的器听的话 就像是成年人在犯行动过速似的 实际上这时候也是一个技法性的原因 就是孩子本身心率就快 再加上一些激发性的原因就会变得更快 这个时候呢 下来也不需要特别紧张 那么只有什么情况下 可能需要提醒家长们注意呢 也就是小朋友的心率 如果说在他休息的时候 扮演持续的快 比如说经常一百七八一百八九 本来不应该超过一百五次 但是持续的一百七八一百八九 甚至上两百次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有心动过速发生了 而且通常的时候 这个时候孩子们会有一些不舒服 会觉得心慌的感觉 所有孩子就是一百二十次的心跳 一百一一百二十次心跳 他没有什么不舒服 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来讲 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不用管他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就是身体很好 很健康 长期锻炼的人 可能他的心率比一般的人要稍微慢一点 所以我们都会说 心率慢的人身体会更健康 尤其是练武术 比如说长期练太极拳的人 据说这些太极高手 他们的心率可以控制在每分钟 大概五十次上下 于是有人就说 我心率慢 心率慢是好事 说明我身体健康 您先别着急 心率慢 您先要找到心率慢的原因 否则的话 这心率慢有可能说明 您的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心率变慢 身体就会健康吗 运动真的是在透支生命吗 青壮年时运动越猛 中晚年时会不会就衰老的越快呢 平安365继续为您终极解密 心脏跳得过慢 比如说低于五十次的时候 每分钟低于五十次的时候 对人体影响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有的变人 他心跳得很慢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感觉 有的变人会有轻微的乏力 但是如果是慢到独够的程度 譬如说四十次左右 甚至或者低于四十次 病人一般都会有症状 譬如说乏力 昏厥 眼黑 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采用起波器的疗法来治疗 长期心率过慢 会导致心脏迸出的血不够 反而造成回血不足 从而导致人体缺氧缺血 严重者可能导致猝死 甚至死于睡梦中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话题 听起来更像是一些不爱运动的懒人 给自己的懒病找的原因 说一运动心率坏了 就影响寿命了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实说其实懒人们真的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还听到一个更让人听着觉得好像有点无稽之谈 说你知道吗 他们经过了统计 说很多很多从事专业体育锻炼 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 虽然年轻的时候好像肌肉很发达 蹦得多高 跑得多快 跳得多远 但是其实很多人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尤其说你年轻的时候 青壮年的时候 练得越猛 越壮的人 到了中年之后衰退的越快 所以以此来证明说 这种运动还是不太好 我们还是懒着点好 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 我们的专家对此又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如果说边是个运动员 比如说他经常去参加一些剧烈的运动 那么他在休息的时候心跳比较慢 只有四十八九次 比较比方来说 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这样的病情报上就不需要去管他 运动呢 我想对寿命的影响 实际上很多方面的 首先我要说呢 剧烈的运动 非常剧烈的竞技性的 对抗性的 这种运动呢 实际上是出力于寿命的 那么有研究表明 这样的高竞技的运动员 他的这个寿命是比我们其他人情要短的 他的猝死发生也是高的 因为心脏经常会面临到很严重的一个负担 但是适当的运动 规律的运动 实际上是能够改善人体的这样一种适应的状态 那么实际上是有利于他的寿命的延长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运动 但是呢不要做特别具体的运动 特别对抗性的 或者是精气很强的这样的运动 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 更需要少一些从事这方面的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但是他还有附加的条件 就是不适合的方法 不正确的方式 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所以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格外注意 尤其是一些 比如说跑步 像什么踢球 打网球 有些剧烈的运动 其实是不大适合中老年朋友的 尤其如果您的身体有以下的六大类疾病的话 您要格外注意 我个人觉得从我们心脏病的角度来看 如果病人有着严重的心脏病 比如说关心病 比如说心肌炎 心肌病 那么这样一些疾病的时候 都不宜从事一些剧烈的运动 另外就是说 病人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特别是比如说有高血压 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血压会升高 或者有脑血管病 那么从这样一些病人来讲 他也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 因为运动的时候他的血压会升高 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 再也就是说如果平时 很少做运动的人 突然间去做运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也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时候会增加他的这样一个 不良事件的一个发生率 他应该循序渐进的 来增加他的运动量 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条留言 其实最后被证明 其实是懒人给自己的借口 运动越多 寿命越短 这当然是一条留言了 那其实呢 包括我们的卫济委 我们的卫生主管部门 包括中华预防医学会等等 权威机构给出的健康概念是 吃动平衡 迈开腿 管住嘴 所以我们要把留言放入 留言粉碎机 2016年3月16日 山东省初村边防派出所 接到村民卢大爷报警 称自己用于拉货的三轮车 多次被人扎破车胎 导致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在民警的建议下 卢大爷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就在当晚 这个扎车胎的人又出现了 而他竟然还是卢大爷的老乡 他还是帮我书的房 帮我建的这个村来的 据了解 嫌疑人在给卢大爷介绍房子后 去总厅房东抱怨 卢大爷不爱惜房屋 他觉得面子过不去 于是便接连三晚 去扎卢大爷的车胎泄粉 一件原本沟通就可以解决的小事 却因嫌疑人故意损毁他人财物 而将他面临十五日拘留 并处罚款一千元的处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